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Lun Sang 演唱 李宗盛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17日 收了檔喔 話說之前呢 就弄過一個很噁心的 整個台灣那麼大 這些那麼麻辣的東西呢 恐怖情人 橫台軍演 有這個叫做聯合利劍 名字都真是 量 個人的 簡直是老土 老實說就憑這一點 美國已經應該禁制了 就是瞄準北京 上海 台山 大亞灣 逐個劑 這個這個這個 全靠步 一個個的核子 給蘑菇雲去探 就以這樣這麼噁心的東西 已經是為世人所不能接納的了 這個橫台軍演 聯合利劍 完全是一個 痴漢近平 走出來 露出自己的器械 在海洋那裏 具體的展現 極度噁心 只能夠用這四個字 極度噁心 有Q人看到嗎 這麼大個心 嘩 他又做得出 那裏厲害 話說派出自己 啊 一向都不電的了 那些 卡米卡姐 如果派出去都是 就是解放部隊 的空中 軍事人員 就擾台灣 劃出一個 大型的心心 還說這個是海派甜心 啊 是他才做得出的 好心啊 他就在海參威那裏畫個心 如果要的時候 你並無解答到賴清德總統的說話 台灣人民選出來的領袖 賴清德總統 才早前跟你說 如果你真的要收回領土 海參威大片領土 你問普京收回 是不是 這些你未解答到 那人家就論資排輩 人家呢 是1813年的國家 你呢 就只不過成立75年 這件事 完全令我想起 宋朝歷史 是吧 你想要稅弊 那些 遼國稱這個 宋國為兄 宋國稱遼國為帝 然後又要交稅弊 大哥 趙弟弟 是不是玩這些 今時今日 就令我 覺得賴清德總統 和這個 痴漢近平 實在是 所有責任盡在台方 好心理啦 賴清德總統 講些話這麼絕核的時候 人家不抵得了 跟著出現這麼噁心的 象徵式的行動 話說大家看看 這個台灣人 那個 評語 這些不要到訪香港 全部歸類為台獨 笨子的 就說 恐怖情人 流氓國家 滑靠 還有這招 那真是 X的嘔心 賴蝦毛 想吃天鵝肉 是吧 沒有辦法 可能真的要 製出高登神曲才行 噁心的 今時今日 正正 讓大家亮麗 看到了 光天快日之下 調戲台灣島嶼 不過 為什麼突然之間 聯合利劍軍演 一天間結束了 原來 又是美國的一次大敗 所以我們經常說 美國人 藍牢女雞 指日可待 話說 原來是美國的國務院 從中作緊 就嚇死了 近平 於是 令到 共產軍演 在十三個小時 結束了 沒有了 人家不怕 你軍演都是想人 怕 人家台灣不怕 對準了 居民 賴清德總統 已經是把所有的軍事目標鎖定 甚至乎 那架軍機都鎖定了 就把台灣那些什麼 紅衣 什麼什麼 那些 全 對準了 再加上美國人 近排給他的很多的軍備 不得了了 那反而有人 就通風報信 沒錯 就是布林肯 表示強烈的反對 這個 痴漢近平 對台海 挑動局勢 這樣說 而且這次的立場 又十分強硬 再透露台灣方面的部署 你說幾是 人家沒想過你會透露 如果你是不是禮珍 禮珍的時候 台灣不卸你 到時 你知道 雖然阿登登退了韋國洋 但是十一月 那卡馬娜 在大衛登基之前 你搞這麼多事情 是不是 上市 你不可以妨礙到卡馬娜 美共的執政 人家目前 就好好地處理 那些多米尼系統機 以及不停地撈那些 例如女性 殘殺 黑命貴 等等的票房 你在這裡搞局的時候 萬一那邊做不好了 你不可以這麼急 這樣跟那個痴漢講 話說 原來是國務院方面 首先 就對賴清德總統施壓 這個是布林肯的副手 那個叫Honda 就跟賴清德說 你不要再刺激他 但是另一方面 也都去要求 那些共產痴漢 要收斂 而台灣也都不輸蝕 當時 雖然賴清德總統 沒有什麼說的 都已經很克制 但是你都要反制 怎麼知道那些人搞什麼 就在台灣的海峽 北部西南 東部 戰區等等 的海軍那裡 出動了幾艘護衛艦 也都展開演練 當然是怕跟聯合利劍之間 所謂的拆槍走火 一切都說 由於選舉禁了 所以就要降溫 這個是康達和布林肯等等 那個意思 而美國國務院 也在10月13日時候 呼籲雙方克制 表達對此事嚴正關似 美方 重新會保護台灣的安全 也要求 敦促中國 要理性自制 這次他在這裡挖過心心 已經算很自製了 停止脅迫台灣 和任何破壞台海和平等等的舉動 所以 目前到底大家覺得 有人就說 是因為張又俠 和軍區各樣 是因為近平已經失勢 所以 那個軍演突然之間落幕的 但是這裡似乎不是 原因是因為布林肯那些 就強硬 就說 選舉之前你這樣做 對你沒有好處 但同一時間 也拉著這個賴清德總統 想當日 珍珠島事件 啊不是 搞錯了 想回珍珠黨那邊 珍寶島事件 對了 珍寶島 當時中共和蘇共 就交互了 然後蘇共曾經 就想著 就用這個蘑菇雲的 而默克雅塞將軍 也都曾經 想過動用到這個蘑菇雲 但是誰阻止 就是蔣介石 以及美國 一直都非常之 阻折這些 蘑菇動作 所以我就說 美國人 藍爐女雞子 那一代就是這樣 很多的美奸 當時的馬歇爾 杜魯門 如果不是 他們當日 不援助蔣介石 的時候 中國不至於此 就等同南北韓 也是因為美國的退卻 是自我退卻的 所以今時今日 如果你說北朝鮮的人民 要恨誰的話 真是所有責任盡在美方 無論是韓戰也好 越戰也好 美國在亞洲 抵抗共產主義的戰役上面 全部失敗 可以說是全盤失敗的 歐洲就好些 有土耳其 有希臘 是贏回來的 但是亞洲方面 是虧完一鑊又一鑊 直到中共 上了台 整個亞太局勢 美國可以說是 喪失 完全的 話事權 整個亞洲板塊 今時今日的亂局 都可以說是 美國一手造成 根據布林肯的說法 雙十演說 就是這個 賴清德總統說的東西 是例行性的活動 所以中國是不應該用此 作為藉口 從事任何挑釁舉動的 不過 老實說 賴總統 今次說的話 真是 吹正痛處 是否這麼說 包括海參威 包括 誰才是華夏正宗 那又是 我們經常都說 完全堅持著 而且遵守 捍衛一中主義 不過首都在台北 華夏正宗 南京條約 仍然在政本 在哪個手 國民政府手上 所以今時今日 要談香港的時候 台灣是很大的條件 有幾個中主角 香港 一個是英國 媽媽 另一個就是台灣 歸民國 都可以的 你問香港人 到底歸英好 還是歸台好 我想 十個有九個都說歸台 你可不是 甚至乎很多的淵源 那時國民黨 甚至乎杜月生 很多由內地逃爛走過來的 全部都在香港聚集 是否這麼說 另外 對於聯合利劍 以及海派甜心等等 這些 就叫做騷擾行徑 美方 表達嚴正關切 重新對台的安全承諾 這樣說的 那你就知道 沒得搞了 是否在知難而退 那 這樣做法的時候 結果呢 這些就叫面是人家給的 你不搞那麼多事情 反而 就沒有那麼丟架 今回呀 什麼海派甜心 被人十三個小時 又收了你當的 實在是太過醜了 其實啦 一百個人 有一百個都知道 在這個如同戰豬一般的台灣 以及 海軍陸戰隊 登陸的地方這麼少 的一個寶島來講呢 中共啊 是完全 無任何的辦法 是可以修復台灣 再加上呢 是會有眾多的制裁 而且 此消就給獎的 你看到台灣有台積電 台股各樣 再加上人民呢 選出一個正確的總統 雖然啦 立法院那裏呢 韓國爾 以及當日 你記清楚 誰是支持過柯文哲的 那些什麼 藍白俠那些 這些都顯示到 台灣人民有一定的 愚昧 都不及英共啊 英國的人民 都可以選出英共 那所以 今時今日啦 你見到美共 都可能會上台 有九成九的啦 因為人民 一向都是愚昧的 Anyway啦 至少你都見到 台灣這個民主的制度 諾貝爾 經濟學長那個 都跟你講啦 長遠來講 仍然是會繁榮 而且呢 比大陸更加繁榮 每個人民都是有真正的 寶滿感 幸福的 莫得感 又怎會願意 內地各樣那些 只有大小S那些 那些 那些妖物 以及賣台的那些 馬英九 諸如此類 這麼喜歡大陸的 走回大陸啦 老實講 那條這樣的 黃安 既然高歌入魂的時候 又不使用大陸的醫療系統 走過去台灣那裏 用回健保卡那些的優惠 所以台灣都是一定的愚昧性 這些人應該趕他出街啦 那什麼都好啦 今次的聯合利劍呢 就變了封印喔 啊 一出竅就關手 被布林肯嚇兩嚇而已 那就撩走了 但是布林肯也不應該透露 賴清德總統的意圖啊 打算禁住雙方各樣 又做和事佬 跟聯合國沒有什麼分別的 先生不要打架 那結果啦 也都是作為極權的防護罩 全憑啊 因為啊 這個極權者也就是 痴漢近平膽小 如果不是 你有什麼理由 就是大家想想啦 布林肯都害怕才行的 那換個蓬佩奧上來 你就嚇到屎林了奶 無論如何 我們啊 靜待十一月 那都是那句啦 卡媽拉哈利斯是大熱的 有多美麗是統計 又上了Buff的 九成九都是他的了 就是這樣 今天講到這裡 今天講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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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